大家好,我是队长 欢迎收看本期队长周大事 在漫威凭借银护3获得大量好评的同时 美蛮圈一就是各种大事频出 选使征服者康袭击案开庭 梅杰斯会将面临一年的监禁 其次,美对斯因设集中额问题将更换标题 此外,还有闪电侠国内口碑曝光 同时,艾梅博再次遭到起诉 那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上周的这些大事吧 征服者康的扮演者乔纳森梅杰斯的袭击案 即在5月9日正式开庭 此次庭审的具体细节如下 根据报道,本次庭审梅杰斯本人并未出席 他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参加了听证会 本次会议主要审理梅杰斯一项三级攻击罪 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或三年缓刑 梅杰斯在听证会上并没有说过多的话 也没有对指控提出抗辩 只是对法官给出了肯定以及简短的回应 下一次的听证会在6月13日举行 法官要求梅杰斯必须出庭 并且还告知梅杰斯 如果他没有出庭 那警方将在48小时内对他实施逮捕 同时法官还警告梅杰斯 禁止和原告,也就是前女友进行接触 听证会结束后 梅杰斯的律师批评了地方检察官 他说 我们已经向地方检察官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可以证明那名女子在撒谎 其中包括视频证据显示梅杰斯并没有动手 女子也没有被袭击 但是地方检察官依旧拒绝撤销指控 同时梅杰斯的律师进一步声称 这是针对梅杰斯的政治迫害 通过毫无根据的指控 存在严重的双标 并且梅杰斯的律师还强调 他们的手里还有更多能证明无罪的视频证据 但现阶段还无法公开 因为他们担心地方检察官 会再次交售梅杰斯的前女友更改供词 并且梅杰斯的律师还指出 司法系统存在严重的种族偏见 他说 当梅杰斯向一位白人警察 展示这名女子对她造成的伤害时 白人警察直接怼到梅杰斯的脸上并嘲讽她 还说她要殴打梅杰斯 在场的白人警察并没有调查这次袭击案 甚至根本就没有想为这名妇女调查真相 他们只是想激怒梅杰斯 便于进一步的对她实施迫害 这次的听证会只是一个开始 通常来说 这种案件都需要进行数轮的庭审后 才能下达判决 下一次的庭审将在6月13日开庭 大家如果想了解梅杰斯案的后续发展 也请点个关注 我也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各位 美国作家协会WGA在上周发起了大规模罢工 理由是他们要求好莱坞增加编剧的薪酬 但各大片场并没有同意 因此作家协会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行 导致众多项目的拍摄制作都受到了影响 而漫威也在其中 据悉 截至目前漫威已经有四部作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分别是《奇迹人》《刀锋战士》 《阿加莎混沌女巫团》以及《夜魔侠》重生 这些作品要么都已经开拍 要么就是即将开拍 但由于罢工潮 导致它拍摄工作被无限期推迟 这样下去的话 不仅这些作品都将延期 而且漫威也将遭受数十万美元的损失 此外漫威的新作消息也陆续爆出 只能是美国队长4新事业秩序 根据外媒爆料 《每对4》的副标题 将从新事业秩序更换为新的标题 据悉 改名的原因是因为在电影中 新事业秩序指的是俄罗斯和中国 在现实中的地缘政治事件 由于该事件过于敏感 因此迪士尼决定更换标题 至于电影中是否会保留相关的剧情 目前还不得而知 更进一步的消息 需要等到7月的SDCC才能揭晓 接着是即将到来的秘密入侵 根据战争机器的扮演者唐前德尔透露 在剧中 战争机器是美国总统的得力助手 担任白宫安全管理局的负责人 而且还会站在尼克弗雷的队里面 并且他还表示 秘密入侵的风格更像点影重重 很少有花里扶车的大型特效 而是充满了更多的政治和阴谋 并且塞米尔杰克逊也在采访中表示 罗德在这部剧中 更像是一个政治动物 他是总统的得力助手 这也将是粉丝从未见过的罗德 接着是刀锋战士 根据外媒报道 女演员米亚高斯 将在刀锋战士中饰演大反派利利斯 而德尔罗伊宁多 将在影片中饰演另一位反派 迪肯·弗洛斯特 漫画中 迪肯·弗洛斯特是一个追求永生的科学家 他给一位怀孕的母亲注射了吸血鬼的血液 最终导致了半人半吸血鬼的刀锋战士的诞生 同时弗洛斯特也将自己变成了吸血鬼 还获得了批量制造吸血鬼的能力 在此前98年版的《刀锋战士》电影中 主要反派就是迪肯·弗洛斯特 在影片中 他的身份被改成了纽约的吸血鬼领袖 想要复活吸血鬼的血神 但被刀锋战士阻止 而电影的主要反派利利斯 原作中 他是漫威的《怪物之母》 同时也是吸血鬼这一种族的创造者 在去年发售的《午夜之子》中 利利斯就以主要反派的身份登场 近日 银河护卫队3在影院热映 但是主演星爵的扮演者 科里斯·帕拉特却在近日登上了热搜 原因则是因为他的一些迷惑行为 引起了整个互联网的不适 事情是这样的 科里斯·帕拉特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张自己小脚趾的照片 并自嘲 自己的小脚趾真的太难看了 还顺便蹭了一下 当时正在举办的 纽约艺术博物馆舞会的热度 还配文说 这就是我的舞会造型 或许科里斯·帕拉特只是想自嘲一下 但由于他的脚趾真的实在太丑了 引到整个互联网 都感受到了身体上的不适 在他发布这条推文后 他的妻子 凯瑟琳·斯瓦辛格评论说 我要报警了 足部护理快来帮忙 为了我的健康 我要取关这个账号 帕拉特的岳母也评论说 这到底是什么鬼 引护三的导演 詹姆斯·刚恩也表示 科里斯·帕拉特这样做并不合适 许多网友也对此发表评论 现在把这条推文删掉也不算晚 这是我今天看过最恶心的图片 我建议你还是赶快去看医生吧 但面对大家的评论和劝告 科里斯·帕拉特却显得异常偷铁 非但没有三角推文 反而更加迷惑地 将许多出席舞会的明星 都披成了自己的脚趾 而这也让大家对他更加讨厌 纷纷表示要取关他 对此我只能说 科里斯·帕拉特这么操作 我看不懂 但我大受震撼 近日国内部分大V收了邀请 提前观看他闪电侠的电影 去透露 这次放映的是未完成的版本 仅有20%左右的特效 但依旧收获了观影博主们潮水般的好评 我大致整理了一下 目前网上已有的影评 1.电影有两个小时 有笑有泪 是近年来好莱坞难得有突破的科幻动作片 2.剧情流畅 逻辑通顺 两个闪电侠的互动幽默有趣 4.两个蝙蝠侠表现亮眼 基顿扁情怀十足 且充满魅力 5.电影存在能载入影史的高光时刻 会让所有的观众为之尖叫 6.电影娱乐性爆表 各种惊喜层层地劲 堪称DC电影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电影 7.艾兹拉米勒演技炸裂 优秀到完全可以忽略他此前所犯的一切罪行 总之一句话 闪电侠堪称自诺男黑暗骑士之后 DC最佳 截至目前 自从艾兹拉米勒同一配合进行心理治疗后 闪电侠的口碑就一直是好评不断 我不知道啊 现在还有多少人还记得 闪电侠第一次的内部适应口碑可是并不理想 或许是黄奴的工作效率实在太高了 在短时间内 就成功去调查影片所有的问题 并且还改出了一版让所有影片人都满意的杰作 说实话 虽然我对闪电侠挺期待的 但这个口碑真的就太离谱了 打算是复联3复联4 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口碑完全一边倒的情况 而且还全是往DC最佳的方向去跨 但是呢 比起华纳 砸钱 营销这种阴谋论 我更愿意相信闪电侠确实是名副其实吧 当然啊 既然说到了艾兹安米勒的丑闻 近日 闪电侠的佐德将军扮演者 麦克尔山龙被媒体问及如何评价米勒时 演员的回答也确实能反映出一些问题 他说 我并没有关注这件事 但我确实听到了一些 我和米勒并不是很熟悉 但我能感觉到米勒这个人挺可爱的 他对我非常友好 这件事不太好说 因为这个行业并没有那么美好 很多人都有问题 在山龙的回答中呢 似乎透露出 在好莱坞和米勒一样出格的人还有很多 甚至啊 米勒所做的事可能都只是算正常 或许在他之上还有更离谱的大神 只是呢 我们这些圈外人相比起来太过于天真 还远没有达到他们的境界罢了 其实啊 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也算能够理解 为什么总会有人说 对于米勒之前犯的错可以既往不咎了 就从去年艾美勃输掉了和德普的官司后 他只是宁心出席了一些访谈节目 之后便很长时间陷入了沉寂 但伴随了前段时间 海王2确认梅拉回归 艾美勃又再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中 但近日 艾美勃却宣布他将暂时吸引 根据外媒报道 艾美勃谢尔德伊离开了好莱坞 但对女儿搬去了西班牙的马德里定居 根据艾美勃的一位好友透露 艾美勃在去年7月就卖掉了他在加州的房子 之后就搬去了和女友一同居住 但在海王2以及去年春天拍摄烈红中的项目后 艾美勃就一直处在没有工作的状态 艾美勃的女友也在去年圣诞节宣布 已经和艾美勃分手 如今 艾美勃已经和女儿搬到了西班牙的新家中 由于艾美勃也会西班牙语 因此生活上并没有任何的不便 根据艾美勃的友人透露 现在的艾美勃很开心 他想远离城市开始新的生活 并且艾美勃在短时间内并不想回到好莱坞 也不会回归演艺事业 但他也不排除如果有合适的机会 他会考虑回来的 虽然艾美勃想要远离凡尘所事 但现实似乎并不会如他所愿 近日艾美勃再度被起诉 而起诉方则是艾美勃的保险公司 他们拒绝替艾美勃支付 给德普了100万美元的赔偿金 据悉这个不会毒的保险公司起诉艾美勃 拒绝他让保险公司替他赔偿德普的要求 保险公司给出了理由共有三点 首先艾美勃对于德普的诽谤是恶意行为 保险公司不承担任何的责任 其次艾美勃在和德普的官司中 擅自更换了律师 并没有按照合同和公司进行沟通 最后艾美勃违反了合同 沿袭了另一家保险公司 在这场官司中为他提供了赔偿服务 虽然艾美勃方对保险公司进行了反诉 或许谁也没有想到吧 即使在两人的势力官司结束后 艾美勃依旧饱受后续余波的侵扰 不过考虑艾美勃现在也没有什么工作 刚好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和保险公司的官司中 只不过就目前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和现有的信息来看 艾美勃这场官司大概率会以败诉告终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德普拿100万美元的赔偿款 他或许将全额承担 而艾美勃此前卖掉了加州房子 刚好110万美元 如果用这笔钱偿还德普的赔偿金的话 那艾美勃或许就要被迫再次回来工作了 对此只能再次感叹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那以上就是本期一周大事的所有内容 大家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行 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